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资金赤土,仓庫善用每一寸空间 将货物密集式存放当然是好事 但要怎样去提取货物呢? LSCM研发了一套用在仓庫自动机械人 运输车系统的智能策划及协调技术 提取货品的时候只需要输入提取要求 运输车就会自行移动货架 再加上我们的协调技术 就算有多架运输车同时运作 都会互相协调 不会干扰冲突 我们应用LSCM这个技术在我们的迷离仓 我们无需为每一个储存柜都预留提取空间 只省了很多成本 客户只需要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预约提取物品 系统就会为运输车计算出最佳的路线 将储存柜送到提取物品的位置 系统更加有备障功能 也会量度储存柜的重心和重量 避免储存柜翻侧而发生危险 现时保险业界在营运上面对不少挑战 包括投保人造假 不正确披露过往病史 重复索存等 当中主要原因是由于保险业界无法共享资讯 LSCM和Next Insurtech合作研发了 或时代保险链Next InsurChain 透过区块链技术 容许业界共享资讯 加强保险业之间的沟通 设计机制将保单讯息分为公开、售限和机密 所有保单讯息和索存记录 会根据不同的保险产品种类 安全地储存在区块链上 这个技术的优点是令到保险公司 监管机构和售保人 有不同的查阅权限 区块链上储存的保单讯息 以及索存记录是分布式 可追踪和不可删改 有助辨认虚假保单 处理索尝和股算报价等 Next InsurChain 将会与保险销售平台 holdcover.com 联合提供保单管理支援 将来每份保单都可以上载到Next InsurChain 这项技术还可以帮助监管机构 例如保险业监管局 追踪保险活动 甚至为研究提供数据参考 LSCM将会继续研发 切合不同行业所需的技术 协助他们提升效率和生产力 促进智慧城市发展